那首先呢這個是我們這個新的一個節目啊 就是未來都會有做一些開箱的一個活動 那今天我們來開箱的錶呢有非常多支 那我相信呢也大家可以有所期待 那首先跟大家開箱的第一支錶呢 是這個OVD的Moonwalker OVD的Moonwalker 那這個OVD的Moonwalker其實我個人覺得蠻驚艷的 那這個Moonwalker它本身呢它的表徑呢是有45個小時 45mm動力40個小時 防水呢比較弱一點大概只有10米啦 一般生活防水洗洗手OK 那它的機芯是中國製造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首先呢看到這個盒子很大 這個盒子很大 打開之後呢就寫了一個MW MW代表Moonwalker的意思 MW 那這個品牌是OVD 是一個香港的牌子喔 那它這個錶殼非常的大 打開之後裡面還有一個大的皮盒 那皮盒裡面呢就是我們錶的本體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支錶喔 首先印度眼簾的時候呢你可以看到 首先印度眼簾你可以看到這支錶它的一個錶面 其實是很凸的就是有點類似蛋型看到嗎 有點類似蛋型它本身是一個凸面雙凸面的一個藍寶石玻璃 那這個做工呢很特殊喔 因為它這個玻璃的厚度很厚 從旁邊看起來就像一個蛋殼一樣 那接下來的這個面盤呢也很特殊喔 它本身是一個這個我們講的這個立體式的面盤 它是多層式的做法 立體式的面盤 然後正中央的這個 你有看到那個黃色的喔 這個就是它的月亮 那我等一下會關燈讓大家看一下它的月亮 它這個本身關掉的時候 它有個夜光會產生 產生月亮的一個狀況 然後它的石標呢是多層式的 另外很特殊的是你可以看它的指針 指針都是做彎曲式的喔 彎曲式的指針有看到嗎 我拿給大家看一下喔 指針是做這種圓弧式的 圓弧式的指針 它基本上很貼近那個面盤 它是一個圓弧式的指針 看到了齁 那因為錶不小齁 所以它把它的龍頭呢 就把它做在呢這個 左手的位置 它是一個左手錶 它把它龍頭做在這個左邊的位置 它其實是一個左手錶 那其實你配在右手的時候 比較不會卡到龍頭 比較不會卡到龍頭 看得清楚嗎 影像有清楚嗎 非常清楚嗎 應該還可以齁 影像有清楚齁 聲音有清楚嗎 OK 好 那我們來關一下燈看一下這支錶的夜光 我們來關一下燈 有看到嗎 它的夜光是長這樣子 有點類似月球表面的感覺 看到嗎 很特殊的夜光的做法 這就是它的夜光照齁 那因為基本上還是有一些光 所以就是 我們等一下就是它的月光的樣子 OK這是我們第一支錶 Moonwalker 那這個Moonwalker它的背後的機心呢 是其實採用錄製的機心 那它剛好背後你們看到有個腳印 那這個腳印其實代表這個 阿姆斯狀登月的腳印 因為它的名字叫做月球漫步表 它是 錄製自動的機心 大錄製的這個自動機心 比較美中不足是大錄製 那它的機心都是做一些漏空的處理 但雖然說它這個 這個被它這個腳的這個印刷把它擋住 但是它就是做一個漏空型的一個機心 它的這個自動盤是漏空的 那我覺得這支錶最大的特色就是這個啦 無面玻璃 還有它正中央有非常大的一個月球 然後加上它的指針呢 都是做非常有弧度的 然後面盤做多層次的 然後最後那個大月亮 那大月亮也是非常漂亮 那另外還有一個小小地方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眼尖的人呢已經看到了喔 它的側邊表殼也是做透明的 看到了嗎 它的表殼其實側邊也是做透明 這個部分跟 Omega Omega的這個疊飛喔 疊飛的OutVision OutVision它也有做這種側邊 藍寶石玻璃的表殼喔 這個基本上很少見 它不只只有這裡喔 它連下方看到嗎 下方這裡也透明的 大家看一下 看到嗎 下方也是透明的 上方呢 也透明的 那針對這個 Moonwalker 我們什麼想問的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基辛不是用這個日本 或是用瑞士製造的啦 那當然也說是一部分成本考量 但是我在這支表其實蠻用心的齁 這個石表很立體 面盤也是多層次 然後就用這個大月亮 我在夜光下其實非常美 像它造型其實也很漂亮 它的龍頭也是在左邊 其實戴起來是很不錯 加上側邊表殼 我覺得這支表呢 在設計上其實是很 很獨特的一支表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的話我們就要到第二支 沒問題的話我們就要到第二支了 確不可以 我們有一個 breve節省 一支得到 再緣 再緣 馬來 再緣 下